作者 战乎据中青网报道 美国驻俄罗斯大使沙利文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 他在谈到当前越来越糟糕的美俄关系时表示 两国关系已经沉入马里亚那海沟 而对于俄方随时都有可能断交的表态 沙利文无不担忧地指出 美方会认真对待 原因是俄罗斯人不会夸夸击谈 诚然 俄罗斯的政府官员 不会像美国政客那样善于打嘴炮 所以说出的每一句话 都远比美国政客的话更加有分量 例如 俄罗斯警告要惩罚乌克兰 随后就在该国采取特别军事行动 所以 现在俄罗斯不但威胁要与美国断交 同时还警告称 如果俄罗斯的生存受到威胁 克里姆林宫将有权力按下和按铃 出于对俄罗斯言出弊情的忌惮 让美国政府不得不对俄罗斯官方所说出的每一句话 都不得不特别重视 沙利文还向媒体抱怨称 现在美俄关系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糟糕 随着俄乌冲突的 他所领导的美国驻俄大使馆的工作 变得越来越艰难 他们一方面需要应对俄罗斯有可能的核战争威胁 以及断交威胁 同时还要以一人顶十人的工作量 保持美国驻俄使馆的正常运作 显而易见 俄罗斯的不会夸发其谈 让美国已经预感到再继续玩下去 可能会有大灾难发生 俄罗斯人从来就不会与美国耍嘴上功夫 其一言不合就开打的战斗民族特性 让美国在乌克兰的玩火行为 变得非常危险 所以在今年1月份 俄罗斯宣布将国家和威射力量 转入特殊战备状态之后 美国随后宣布暂停其洲际导弹的试射活动 而在日前 当俄罗斯出动亚尔斯高机动战略导弹系统 举行战略演习之后 美国又再次宣布 取消民兵杠三洲际弹道导弹的试射活动 更让美国感到恐惧的是 五角大楼方面日前传出消息声称 美军方多次寻求与俄军方进行对话沟通 但无一例外均遭到对方的拒绝 显而易见 美国在某些重大问题上的言而无信 让俄罗斯现在已经不愿意跟他多废话 由此可以看出 鉴于莫斯科近期的种种所为 让美国对于俄罗斯有关按下和按钮的警告 表现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警惕 这也难怪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玩火行为 已经把俄罗斯给激怒了 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 因西方的干扰而变得困难重逢 而西方的全方位制裁 又给俄罗斯的生存构成威胁 面对严峻的挑战 谁也无法保证 这头北极熊接下来会做出什么出格的反应 或者在被逼到墙角的情况下 莫斯科或者会对波兰和立陶宛等美国附庸动手 北约一旦介入 俄罗斯就极有可能真的会按下和按钮 所以面对已经被彻底被激怒了的北极熊 美国近期在乌克兰问题上的举动变得非常谨慎 就是担忧一旦做得太过火引发大国战争 不过美国在对俄政策方面表现得非常谨慎 但那些一直依赖美国军事保护的东欧附庸 却在这敏感时刻给拜登挖坑 据海外网报道 波兰副总理卡辛斯基日前杂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波兰对美国在其领土部署核武器持开放态度 与此同时他还呼吁美国增加在欧洲的驻军数量 对美国来说波兰当局是在哪湖不开提哪湖 要知道 此前俄罗斯提交给美国和北约的安全保障清单中 除了反对乌克兰和格鲁吉亚加入北约的条款外 美国和北约盟友在东欧国家部署进攻性武器 也将被视为触碰俄罗斯战争红线的举动 在这样的情况下 如果美国真的听信波兰的鼓动在其境内部署核武器 谁也不敢保证俄罗斯届时不会真的按下核安宁 试想一下 美国现在为了避免过度刺激俄罗斯 连年度计划内的战略导弹 试射活动都不得不取消 卡辛斯基这时候还呼吁美国在布兰境内部署核武器 这纯粹就是在给拜登挖坑 毕竟只要美国不明就离往下跳 冷战时期 欧洲恐怖的紧张和对峙那一幕 或将在今天重演 就美俄当下的这种沉入马里亚那海沟的紧张关系 弄不好一场核大战会就此爆发 当然 波兰并不希望这恐怖的一幕会发生 更不指望美国这时候会在该国部署核武器 相反 波兰之所以给拜登挖坑 为的就是继续给美俄紧张关系 活上交友 毕竟 相对于像波兰这类见骨头国家来说 只有东欧紧张局势持续下去 他们的存在才会被西方主子所重视 即便地区紧张局势 会给他们的国家安全和经济民生 带来灾难性的影响 但为了能够得到西方主子的认可 这些政客什么代价都愿意付出